市達衛接手金礦咖啡一年倒閉 解雇把漁民員工未提前通報 最重罰50萬 高雄市民連鎖咖啡店市達衛 竟然無預警倒閉 說到市達衛咖啡 可能有些讀者沒有聽過 該店前身也就是金礦咖啡 是在今年2月才改名 全國一共有11家門市設立 蘋果新聞網借貨爆料 市達衛不僅延遲給薪 昨天還有員工上班時 突然接貨通知做到當天為止 非常錯愕 擔心之後的薪資求償無門 因為是總公司的問題 所以我就沒辦法 未來就是把招牌摻掉而已 就沒有任何關係 蘋果到六合門市查看也發現 店裡有張貼一張租約到期公告 日期從20日被圖改成13日 員工全被下了封口令 推說不清楚 我不知道 我們有去跟勞工結婚說嗎 我們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 所以今天就做到今天 蘋果記者追問了台中總公司 後來發出聲明說是受到疫情影響 影響財務狀況因此決定重整 會優先解決員工權益問題 第一規定是要在60天前 向主管機關這邊做通訪 我們其實會更關注的是 公司這邊有沒有基前勞工薪資 那如果說是無利景協業的話 是不是會有後續延伸相關中止契約的部分 比如說資遣費啊 預告公司這邊等等 可能是有受理到 酒會勞工 向勞工局這邊來申請爭議條件 我也受騙了 我們要整個重新都加盟了 因為我們才加盟不到半年 那加盟就怎麼辦 就沒了啊 高雄市勞工局初步調查 表示士達衛是在本月10日 主動通報要解雇白雲民員工 認定以違反大量解雇勞工法 依法最重可罰50萬元 地方中心高雄台中連線報導 都由於轉動了解雇工 想不解雇工法 好用 看雇工法 好用